第五个围绕在地球周围的空气 就称为大气 那大气虽然说极易流动 但是因为地球的引力的关系 所以可以附着于地球表面上 也就是在地球表面上的大气 它虽然容易流动 但是呢 这些大气几乎不会流到外太空去 那大气在地面上的压力 我们就称为大气压力 那第七点呢 就是要告诉你 大气压力是怎么来的 在地球表面上任一点A的大气压力 就是点A的单位面积 受到沿点A向上延伸的空气处的重量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是地表 然后地表上面有一点A 也就是这一点A 那这一点A它的压力呢 就是我们在A的附近呢 取一个很小很小的面积 然后把这个面积往上延伸 也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圆柱形这样子 那么这个面积它所受到的总力呢 就是这一个圆柱里面的空气分子的重量 那我假设这个空气柱里面 所有的空气分子的重量是Mg 然后我把Mg 所以这一个面的面积 我假设是A 这样子 我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呢 就是在地表A点的大气压力 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点 一体中 注意一下是一体中 也就是一体内 不是一体外哦 一体内的同一水平面的各点的压力 这些相等 也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容器里面 装满了一体 那么在这一个水平面里面 所有点的压力都是相等的 也就是这一点的压力呢 会等于这一点的压力 也会等于这一点的压力 这样子 然后呢 再举一个例子 在这一个水平面里面 所有点的压力也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呢 这一点的压力 会等于这一点的压力 也会等于这一点的压力 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一点的压力 不会等于这一点的压力 因为呢 这两点呢 不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应该是哦 这一点的压力 比这一点的压力还要大 因为这一点 它在离这个异面 比较深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公式 假设大气压力是P0 那么在密度RAW的流体表面下 深H的地方的压力 就是P等于P0加RAWGH 也就是说呢 它说 大气压力是P0 所以呢 在液体表面的地方 也就是在这一点的时候 压力就是P0 然后 如果我们在 这一点的下方 深H的地方取一点 也就是这一点 那这里到这里 长度是H 那么这一点 它的压力P呢 就来等于 这点的压力P0 然后再加上RAW 然后再乘上G 然后再乘上H 这样子 这个老是不正理 你们高二的时候才会正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点 在公元16XX年 也就是17世纪的时候 托里切利 这个科学家呢 把一根长度大于76公分的玻璃管 也就是呢 像这样子的一根玻璃管 这根玻璃管呢 它的长度是大于76公分的 而且呢 里面装了水银 也就是呢 蓝色的 就是代表水银 然后呢 我们把 这根玻璃管 把它倒插 也就是呢 把它翻过来 把这个玻璃管呢 翻过来 然后插在 这个水银槽里面 那托里切利发现呢 不管玻璃管是直立 或者是倾斜 也就是像这样子 直立 或者是像这样子倾斜 水银柱的 牵直高度呢 注意一下 水银柱的牵直高度 是牵直高度哦 永远比管外的水面高76公分 也就是呢 这里到这里呢 是76公分 然后一样 这里也是从这里 到这个意面 也是46公分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 这里呢 取一点A 这一点取B 然后这一点取C 这样子 然后你看 ABC这三点 都是在水银内 都是在水银内 所以呢 我们利用8 一集中 同一水平面的 各点的压力都相等 所以我们知道 PA等于PB等于PC 也就是ABC 这三点的压力 都是一样的 那A这一点 也就是 A点的压力PA呢 它很明显是大气压力 因为A点的上面 都是大气啊 所以A点 它很明显是大气压力 所以呢 既然 PA等于PB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经由 把B点的压力 PB算出来 然后就可以求得 我们外面的大气压力 是多少了 所以呢 PA等于PB 然后等于呢 帼余 另外 веч PB等于 独野在 KB 这个只 garments muitas 就是水银的密度 我们知道水云的密度是13.6公克除以立方公分 然后G就是重力加速度 那H呢就是V点 它的水云柱高 也就是这里到这里的高度就是H 这样子 那有些同学会问老师说 为什么PV它等于这一段的压力就可以 而不用求这一段的压力呢 这是因为这一段呢 它几乎是真空的啦 因为你看嘛 你是把这一根玻璃柱倒叉 把它翻过来倒叉这一个水云草里面了 所以这一个里面的水云呢 它会往这个广口的方向前进了 那既然往广口的方向前进的话 那么这里就留下空隙了 这边就会留下空隙了 那这个空隙呢 当然是几乎是没有东西的 几乎是没有空气的 几乎是真空的状态 除了一些水云的水云呢 所以这一段几乎是真空的 几乎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所以这一段它的压力呢 几乎是对V点没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不用算这一段 我们只要算这一段的水云柱 它对V点的压力就可以了 这样子 然后呢 等于这个Low 我们就是带13.6下去 但是我们要把它换算成SI单位置 也就是呢 这个公克换算成公斤 然后公分换算成公尺 这样子 也就是等于呢 这个13.6先造超 然后一公克等于 10的-3次方公斤 这样子 然后除以 这个公分 1公分呢 等于10的-2次方公尺 然后这个三次方 造超 然后要来等于呢 13.6 然后化减一下得到 乘以10的-3 然后公斤 这样子 然后除以 10的-2次方m的三次方 就是可以得到10的-6次方 然后m三次方 这样子 然后等于呢 我们把分子跟分母都乘上10的-6次方 就可以得到13.6 乘以10的-3次方公斤 所以 我们这里呢就是要写 乘以10的三次方这样子 然后G G的SI单位字就是9.8 然后H H 你看 它是76公分 那换算成公尺的话 就是0.76公尺 这样子 然后你自己把它乘一下 就可以得到 大气压力 就是1.013乘以10的-5次方 牛顿 除以公尺平方 跟我们前面 在这里写的 是几乎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只取到小数点第二位而已 接下来老师补充一些尝试 你看 老师在这里 不是画水平的 我这个水银的一体表面呢 我不是画水平的 我是画稍微凸凸的 这里也是一样 我把水平的 意面呢 也是画凸凸的 凸凸的这样子 我不是乱画的 这是因为 水平的表面张力呢 会让 这个水平的意面呢 是凸凸的 不信的话 各位同学 如果去到实验室的话 你可以观察一下 它是稍微凸凸的 那你如果要读 这个水平的高度 你是要读 这个意面 你是要读这个最底端 你是要读 这一个 凸凸的地方的最底端 你不要读这个 最上端 读最上端就错了 你如果要跟人家说 这一段水平处 它的长度的话 你是要从这里开始计算 然后到这里这样子 不是从这里计算 到这里哦 不是从这个最高点的地方 计算到这个最下方哦 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同样的 现在我如果把水平 换成水的话 也就是呢 现在玻璃管里面 我如果 换装水的话 那么水呢 它的 意面呢 反而是会凹下去的哦 水 水呢 它的意面反而是凹向下的哦 不是像这样子凸向上哦 那么你要读 这一段水 它的长度的话 你应该是要读 这一个凹面的最下方 也就是读 这一段 你要读这一段 你要跟人家讲说 这一段水柱的长度的话 应该是要从这个最低点 然后到这里 这样子 你不要说 读 这里到 这里的长度 这样就错了 应该是要取这个 最低点才对 然后接下来 老师再补充一个尝试 如果有题目问你说 这一段是真空对不对 你要回答错 虽然说这一段是接近真空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水银的蒸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0点 帕斯卡认为既然管中的水银柱 是由管外的空气所支撑 那么离地表越高的地方 大气压力也就一定越小 这其实 看这一个图就知道了 你看 在离地表这么高的地方 它上面的空气柱呢 只有这么多而已 也就是少了这一段了 所以 这一个面 它上面的空气分子呢 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的压力 当然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呢 大气压力随高度而递减 但是递减的关系呢 不是线性的 也就是不是直线 而是以 statistic ливо 这个A是个常数啦 然后H呢 就是 高度 然后 1 c 2.7 这个各位同学 去大学 ич分 才会学到这个E 那1的值大约是2.7 也就是像这个图这样子 横轴是离地表的高度 那纵轴是大气压力 那离地表高度是0的地方 也就是地面的地方 它是堆到46公分水匀速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 是以指数的方式往下来递减 这样子 越高的地方呢 大气压力就会越小这样子 那在纬度45度的海平面处 温度0度C时 76公分水匀柱所产生的压力 我们就称为一标准大气压力 简称一大气压或者是1ATM 接下来第八点 脱离切地凉度大气压力的水匀压力剂呢 由于体积太大 攜带不方便 我们知道 大气压力是76公分高的水匀速 所以水匀压力剂呢 至少要有76公分长 这是很长的一个长度啊 各位同学的书包根本就放不下去 这个水匀压力剂 所以呢 如果为了攜带方便 也不宜要求精确的话 有一种叫做 浮移压力剂可以用 这种浮移压力剂呢 它比较不准确 但是它的体积比较小一点 可以攜带方便 浮移压力剂呢 长的就是像这样子 那大小 大约只有几公分 大约只有三公分而已 直径大约只有三公分而已 那浮移压力剂呢 是由于金属夹 上面有一薄钙 也就是呢 这是一个薄钙 然后 然后里面是真空的 那当大气压力增减时 薄钙凹陷程度会不同 这就类似于老师前面讲的 这个压力探测管的原理 压力探测管呢 它也是利用这个薄膜 随着压力的凹陷程度不同 然后来测量压力 所以呢 利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量出大气压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例题 它说 将半径式 20公分的球 切成两个一样大小的半球后 然后呢 再紧密相对扣合 也就是扣起来 然后呢 将内部抽成真空 那么 需要施多少牛顿的力 才能够把 这两个紧密扣合的半球把它拉开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一题 这一题呢 就是马德堡半球实验 这个实验呢 就是用马来拉这两个半球 然后呢 把这两个球拉开 老师先把图画一下好了 这个是球 然后呢 我们把它剖成两半 然后呢 马 对 左边这个半球呢 施往左的力 然后呢 这边的马呢 对这个半球呢 施往右的力 这样子 那老师假设 马的拉力是F法 也就是呢 马 他对这个半球 往右的施力是F 这样子 然后你看 大气压力 大气压力 会对右半部的 这一个球 施多少的力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我们知道大气压力呢 他的施力呢 是这样子 从四面八方 来对这个 右半边这个球呢 来施力这样子 但是你看 这个力 跟这个力 牵直方向的分量呢 是互相抵消的 只有 留下 向左的力而已 那同样的 你看 这个力 跟这个力 牵直方向的分量呢 是抵消的 所以呢 只有 往左的分量呢 有用而已 那同样的 这个力呢 就直接是往左的力 然后呢 我们知道 前面有教过 力呢 就来等于 压力 乘上面积 所以大气压力 对 右半边这个球 势力F是多少 它就来等于 老师 假设大气压力是P 所以这个P 就直接照抄 然后A A现在就是 右半球的面积 右半球的面积 表面积是多少 这各位同学 在高中数学 应该学过了 一个半件是 R的球 它的球的表面积是多少 就是 所以 用外面这个球 它的表面积是多少 老师 假设 它的半件是R 所以 它就是 但是你要注意 老师刚刚说 这一些 力呢 上下是互相抵消的 只有留下 往左的分量而已 所以呢 这个面积 你并不是要看 这个右半球的表面积 而是呢 你把这个面积呢 集中在 这个面上 因为呢 这个面呢 刚好 跟 往左的力呢 是垂直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呢 其实你要取 这个面的面积才对 也就是呢 R平方乘上π这样子 那所以呢 p 大西压力 就是1.01乘上 10的5次方 然后乘上呢 这一体它的半件是 0.2公尺 所以这个R 带0.2 然后π照抄这样子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我们先来看 一大气压 的SI单位 这是多少 我们前面就讲过了 一大气压呢 等于 1.01乘以10的5次方 π也就是 1.01乘以10的5次方 牛顿除以公尺平方 所以 p现在就是等于 1.01乘以10的5次方 牛顿公尺平方 这样子 然后呢 现在 面积A呢 就是 1平方公尺 也就是 1m平方 所以 p 乘上A 就来等于 老师把它写在这里 这个就是p 那这个就是A 乘起来 你可以得到 1.01乘以10的5次方 牛顿 他这里是取到第三位 你要写到第二位 或第三位都没有关系 那注意一下 我们做到这里是牛顿 那题目是要问你 公斤重 所以 要换算成 公斤重的话 我们就是把牛顿除以9.8就对了 所以呢 你可以得到 1.013乘以10的5次方 除以9.8呢 就是大约要来等于10的4次方 这样子 所以这一题就是选D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翻译 我先把图画一下好了 这个是海平面 那这一点呢 那这一点呢 离 海平面 10公尺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求 这一点的 压力是多少 而且呢 这个压力 我们要换算成 大气压力 那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一点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公式就对了 也就是 这一点的压力 P呢 就来等于 大气压力 P0 然后加上 Rodgh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一点 它的压力就只有大气压力而已 也就是 Eatm 然后加上 Norgh Nor就是海水的密度1.0025 但是它这里是公克 处理地方公分 那我们换算成SI单位字的话 就是 要乘以10的三次方 这样子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Low写出来了 那还有G跟H G呢 就是9.8 然后H就是10 这样子 然后呢 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里是用SI单位字做出来的 那这一个呢 是Atm 这个是Atm 然后这个是用SI单位字做出来的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这一项 的单位呢 是 牛顿除以公尺平方 也就是 等于帕尔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 为了要让 这个帕尔 换算成 Atm的单位 我们就要除以 这个 Eatm等于 1.01乘以10的五次方帕尔 所以呢 这里要除以 1.01乘以10的五次方 这样子 也就是老师把它写在这里 所以答案 就是要选V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他说 高度每增加100公尺 气压下降 0.85公分水盈处 然后他说 3.64.1 那山脚呢 是76 所以 山顶跟山脚 总共就是 差了 这么多的水盈处高度 那你把它除以 这个0.85 然后再乘100 就可以得到 这座山的高度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他说 一个 沉满水的 保特瓶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瓶底 找一个小洞 那么水呢 就会由小洞口流出 保特瓶外 那现在我们让保特瓶做自由落体运动 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A选项是对的 因为他是在失重状态 也就是失重等于0 那B B是错的 因为是自由落体 所以是受到向下的重力加速度 那接下来C C没有错 因为呢 水呢 是在失重状态 所以呢 对瓶底 是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力的 所以当然压力会等于0 那再来D 水不会由小洞流出瓶外 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 水对瓶底 现在是没有作用力的 所以这一题呢 就是选ACD 接下来我们来看12点4 压力计 压力计呢 它分为开管压力计 还有闭管的压力计 那我们先来看开管压力计 这一个图呢 就是一个开管的压力计 为什么说它开管呢 因为呢 它这边是开的 跟大气来相接 那这一种闭管的压力计呢 它就是这一端呢 封闭起来 那我们来看 开管压力计 U型管内 中有密度low的液体 也就是呢 蓝色的 这个液体 那右端有开口 就是这一端是开口的 那这一端呢 它就会收到大气压力 P0 那左端 那这些 我们要测的这个气体压力 也就是呢 我们现在要来测这个 气体的压力是多少 我假设这个代测气体的压力是P 那么呢 我们会得到 P呢 要来等于P0加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刚刚说呢 平衡值 同一水平面的压力一定相等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取一个序线的水平面 那我们知道呢 同一水平面的压力是相等 所以呢 我们就是 来算 那这一点它的压力 我们就知道 这一点的压力了 那这一点的压力呢 就是 这一个 代测气体P所支给它的 那所以呢 我们来求这一点的压力 我们就知道 代测气体的压力P了 这样 那所以呢 P呢 要来等于 大气压力P0 加上 这一段的压力 那这一段的压力呢 就是Lawgh 所以我们前面 在这里的时候 已经证明过了 那这个 P-P0 等于Lawgh呢 我们就叫做 测气压力 Gauch pressure 接下来 我们来看 壁管压力计 壁管压力计呢 就是这一段 它是封闭的 那U型管内 装有 密度Law的液体 这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 密度Law的液体 那这个U型管的 右边呢 它的闭口 里面呢 是真空的 就是这一段呢 它是真空的 也就是 没有这种一点一点的气体 这样 那我们知道呢 真空的话 这边呢 它的压力就是零了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水平面呢 它的压力就是零了 因为呢 它上面呢 根本就没有压力了 它上面是真空的 这样 那这个U型管的左边呢 就接着我们要测的气体的压力 那我假设这个 再测气体的压力是P 那么呢 我们就会得到P呢 要来等于NoCh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知道 同一水平面 它们的压力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水平面呢 压力一定会 一样 也就是呢 这一点的压力 一定会来等于这一点的压力 那这一点的压力 是谁给它的呢 就是 这个代测气体给它的 那代测气体的压力是P啊 所以呢 这一点的压力呢 就是P啊 那这一点的压力等于这一点的压力啊 所以呢 这一点的压力也是P 那这一点的压力是P呢 那这一点的压力是P呢 这一段 真度给它的啊 也就是NoCh 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个图的这一个压力 这一个图呢 它这个蓝色的 液体 的密度呢 它是No 那现在呢 我们要来测 这一部分的气体 它的压力 我假设这一部分的气体压力是P 那我们 要怎么 来求这些气体的压力是多少呢 那我们知道呢 同一水平面 的压力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一点的压力呢 就只受到 大气压力P0而已啊 那也就代表说呢 这里的压力呢 也是 P0啊 因为它们是位于同一水平面啊 这样 那这一点的压力呢 就是 气体的压力 加上这段深度的压力 也就是呢 P0等于 因为你假设 这个气体的压力是P 所以呢 这边的压力呢 就是P 然后加上 这段液体的压力 就是 RawDH 所以呢 P呢 要等于P0-RawDH 这就是我们 这个代测气体的压力 这样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这个立体呢 是一个 开管压力计的问题 因为这里是开的嘛 然后呢 那它要你求 这个代测气体压力P 是多少ATM 然后呢 它说右管 比左管 高的19公分 然后呢 它说大气压力P0呢 是1ATM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这一体 那我们就用 开管压力计的公式 也就是P等于 P0 加上 RawDH 这个P0呢 它题目已经告诉你 大气压力是1ATM 所以呢 P0 你就是带1就可以了 然后RawDH RawDH呢 是这一段的压力啊 那这一段的压力是多少ATM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 这一段的长度呢 是19公分高的水银柱 那我们知道 76公分高的水银柱呢 就是等于1ATM 那所以这里 19公分高的水银柱 是多少ATM 19公分高的水银柱 等于XATM好了 然后呢 你把这两个式子相除一下 就可以得到 X呢 它等于 76分之19 ATM 所以呢 这个RawDH呢 就是 76分之19ATM 你把它带进来 也就是呢 你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答案就是 1.25ATM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我们先假设 原本的情况 原本 这个是水银柱 原本 地球表面的空气 还没有失去的时候 而且中立 也是正常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水银柱高度 我让它是H 然后这个时候 也就是原本的中立呢 是G 还有 水银的密度呢 老师假设是Raw 然后原本的 大气的密度呢 老师用Raw大气来表示 老师画这一个 绿色的框框 代表 这是大气 这里面都是大气 然后呢 我们知道 这一点的压力呢 一定会等于 这一点的压力啊 那我们先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 紫色这一点的压力是多少 就是 Raw G H 这应该很容易可以理解 因为水银密度Raw 然后中立G 然后这边高度是H 所以 在水银柱里面 这一点 也就是呢 紫色这一点 它的压力呢 是RawG H 那再来 我们来看 橘色这一点 它的压力是多少 老师假设 空气它的高度呢 是L 也就是 这一段 咖啡色的长度呢 就是L L它是空气柱的高度 那所以 橘色这一点 它的压力是多少 就是 大气的密度 也就是Raw大气 然后再乘上 G 然后再乘上 空气柱的高度 也就是L 这样子 橘色这一点的压力呢 一定会等于 紫色这一点的压力啊 所以呢 这两个压力呢 是相等的 那再来 再来 我们让重力 变为三分之二 然后 地球表面的空气 失去一半 然后我假设 这个 经过的 经过了这样子改变以后 水云柱的高度呢 变成H' 老师把图画一下好了 也就是呢 老师把它画在这里 现在呢 水云柱的高度 H 变成H' 然后呢 重力G 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呢 变成三分之二G 然后 它说 地球表面的空气 失去一半 所以 大气的密度 会变为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密度它的公式呢 是 质量 然后除以 体积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 大气它的体积 会不会改变 一定是不变的 所以呢 这个V不变 然后呢 它说 空气失去一半 所以 大气里面的质量呢 就失去一半了 所以这个M呢 就减为二分之一M而已 所以现在大气的密度呢 就是只有二分之一 原本的这个ROR大气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刚刚说过 大气的体积不变 所以呢 原本 这个空气柱的高度是L的话 那么 后来的空气柱高度也是L 然后 我们来看 紫色这一点的 压力是多少 我们就是利用公式 也就是水银的密度 然后乘上 重力 重力现在变成三分之二G 所以这里 要三分之二G才对 然后 水银处的高度 现在是Edge Plung 然后呢 我们来看 橘色这一点的压力是多少 这一点的压力呢 就是 现在大气的密度 也就是二分之一ROR大气 然后呢 在乘上 现在的重力是三分之二G 然后呢 然后在乘上 这个空气柱的高度 也就是L 然后呢 我们知道 橘色这一点 跟紫色这一点的压力 一定是一样的 这我们前面就讲过了 所以呢 这边 是一个等号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相除一下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那所以呢 由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解得H Plung 等于二分之H 所以呢 变为原来的二分之一倍 可以 但是 对 在乘下 在乘下